第七题 阿毛从饮水机装了150毫升15度C的冰水 因为水的温度太低 他又加入了95度C的热水 让水壶中的水温达到35度C 假设此过程热量损失很小 可以忽略 则阿毛加入多少95度C的热水 我们晓得这是热量的计算 我们的基本观念就是放热 会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这一题呢说损失很小 所以我们不用管散热 而我们怎么样算热呢 就是H等于MSΔT 但是因为水的比热是1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简写成MΔT 然后呢这里的M是质量 可是题目的答案都是毫升 因为水的密度是1 所以1毫升就是1公克 10公克就是10毫升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的换算 否则我们就还要把 我们的体积去乘以密度 然后才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质量 那么我们这里就直接用体积来做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的95度C的是放热 所以他不晓得有多少毫升 多少公克X 那么我们的高温是95 低温呢是35 然后呢等于我们的吸热 是我们150毫升 150公克 所以我们的高温呢是35 我们的低温呢是15 所以我们算出来呢 这边是60X等于150乘以20 这里消掉有一个3 再消掉会有一个50 所以X就会等于50公克 也就是50毫升 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 则阿毛加入了多少 95度C的热水 我们答案选的是B 50毫升